好,那我們接下來要來講一下二氧化碳囉 剛剛我們講的是氧氣,氧氣的部分 那現在來看一下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在氣體交換裡面的另外一個要角 但是它的角色跟剛剛的氧氣有點不太一樣 這是我們不想要的部分 所以它在氣體交換進行呼吸作用之後 它會隨著血液傳送到肺部的部分 然後從肺泡的地方排出去 藉由土氣把二氧化碳給排出 那它在血液中的運送方式跟氧氣不太一樣 我們剛剛說氧氣主要是靠著顯紅素來做攜帶 以二氧化碳來說呢 它其實主要的方式是溶在血漿當中 溶解在血漿當中 因為它的溶解率的話呢 大概會是氧氣的20倍 所以二氧化碳是比較容易溶於水的 那它溶於水之後呢 它會轉換一下 它會變成是它跟水結合之後呢 會轉換成碳酸氢根的一個形式 有大概90%以上 大概都是碳酸氢根的形式 然後存在我們的血漿裡面這樣子 OK 那也因為它轉換的這個結果 碳酸氢根的話呢 它主要是一個弱酸性的一個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去影響到血液當中的一個酸鹼值 因為它會讓我們氫離子的含量提升 OK 所以我們就知道 如果在血液當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提升的時候呢 氫離子的濃度也會提升 所以pH值也就是酸鹼值的話呢 它就會下降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我們也常常 因為它的溶水性很高 所以我們也常常去直接量測pH值 來去推算出現在的這個二氧化碳的分壓大概有多少 OK 因為它們也有一個簡單的一個線性的關係 就像剛剛的那個 血氧飽和率還有氧氣分壓一樣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的那些幾個重要指標裡面 我們也有提到那個pH值 因為它跟二氧化碳的量測 也會有很大的關係 OK 那二氧化碳的這個濃度高低當然會跟我們的呼吸 到底有沒有正常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比如說我們今天二氧化碳排不出去的時候 排放不順利的時候呢 它就會導致血液當中的二氧化碳分壓過高 這個二氧化碳過高的現象 我們把它叫做hypercapnea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可能就會產生在 那個比如說在血液當中的一些 一些狀況的一些變化 所以其實是不是很好的一個情形 那多半來講呢 這個氣體排放的毒塞 或是低排放率呢 通常都會伴隨著那個氧氣的過低的一個社群 OK 也就是那個氧氣分壓 通常來講也會過低這樣子 但是這不是絕對的 所以一樣的我們還是會同時去量測氧氣和二氧化碳的一個分壓 來看一下現在你在呼吸的系統上面到底遭遇的困難是什麼 遭遇的問題是什麼 好 所以二氧化碳氧氣大致上對他們的這個生理上的角色了解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要來看的是我們要怎麼樣去量測這些氣體的分壓 或者是這些PH值啊或者是那個血氧的這個濃度等等的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一般來說我們在量測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這個動脈血裡面的這個氣體分壓 因為這個是你送什麼東西進去你的組織嘛 OK 那靜脈裡面量測到的話是已經消耗完的結果了 所以 比較Challenge的部分是我們其實是想要看到動脈的這個部分 OK 那以傳統量測的方式呢 它其實是針對動脈血去做取樣的動作 也就是說它其實要從你的動脈裡面抽血出來 那我們之前有提到這動脈的血壓是比較高的 所以本來在做那個取樣的動作它的風險性本來就會比較高了 所以它是一個蠻侵入式的一個做法 那也因為它必須要把一些樣本取出來以後再去做量測的動作 那這些不管是取樣或者是量測上面其實都是需要花時間的 所以它很難去做到那個隨即的測量 隨時的那個顯示的這個結果 沒有辦法做到real time 不過它當然也會有一些好處就是你 既然都已經把樣本取出來了 那你今天要測量上面當然就可以慢慢測 比較不會受到體內環境的這個影響 而且呢只要你的樣本取量量足夠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一口氣測到很多的東西 反正都已經要抽血了 抽1cc跟抽2cc可能不會差太多 那當然我們就會收取足夠的量 一次把所有的這些生理資訊都量完 所以包含了像氧氣分壓二氧化碳分壓 PH10 還有各種重要那個電解石 比如說鈉離子甲離子這些電解石的濃度 它都可以一起一口氣做準確的量測這樣子以外的量測 OK那一樣呢 我們既然這個章節的重點是在於氣體交換 所以我們還是focus在這個氧氣分壓和二氧化碳分壓到底要怎麼量測上面 以氧氣的量測方式的話呢 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我們之前在sensor那個地方所提過的這個clock type sensor 它其實運用的就是氧化還原的反應而已 那在這一個整個loop裡面 它其實是有一個陽極和陰極的存在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做的事情呢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使用兩個電極 一個是陽極和陰極 然後把這一個電極呢 裡面充滿了這個電解質液的這個電極裝置呢 浸泡到代側溶液裡面 以現在來講的話代側溶液就是血液 OK然後呢下面這個地方會有一個通透膜 這個通透膜呢各位看一下 它是Oxygen permeable membrane 也就是氧氣可以自由通透的通透膜 OK所以如果今天血液裡面有含氧的時候呢 就會跑到裡面去 氧氣跑到裡面去以後呢 就會促進這個氧化還原反應的進行 其中呢在氧化反應裡面 在氧極裡面 在氧極裡面進行的是氧化反應 氧化反應意思就是把電子丟掉的意思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它促成的這個氧化反應就是 會把金屬離子的這個外圍電子給丟掉 成為離子鈦還有一個自由電子 反之呢在因極的部分呢 它做的就是還原反應 所以這個氧氣呢會跟這個水溶液裡面的水 結合起來變成是那個氫氧根 OK 所以在氧極和氧極裡面 它會進行不一樣的反應 那這個當你的氧氣含量越高的時候 各位可以知道 根據那個化學那個反應的這個平衡 當你其中一個物質的濃度變高的時候 代表的就是這個反應會傾向於往右邊進行 也就是說呢它會有更多的還原反應進行 所以它也會搭配更多的氧化反應 因為它在整個電核的極性上面是處於中性的狀態 OK它需要產生一個電核平衡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它就會接納 比如說在castle這個地方呢 它就會產生很多的這個還原反應 所以就會需要很多的這個自由電子 所以自由電子就會從這個地方跑過來 OK然後呢轉換成離子之後呢 跑到我們的這個電解質液裡面 因此呢這邊就會變成是一個通路 那我們只要在這個通路上面去量測它的電流的話呢 大概就可以知道我們現在進行的這個氧化還原反應的比例是多少 OK那這個就會氧化那個電流的大小就會跟我們氧氣的含量 會有一定的關係式 比如說呢我們剛剛說的 血液裡面的氧氣分壓變高的時候 它會促進氧化還原的進行嘛對不對 所以單位時間之內通過這個電核序幕就會增加 因此呢量測到的電流就會變大 那這個部分我想各位應該是蠻熟悉的 因為我們之前在sensor那個地方有稍微提過 那這邊有一個BIOS voltage 主要是用來去抵抗在整個過程當中的這些阻抗 OK 好那這個sensor的結構非常非常的簡單 原理也非常的簡單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它必須是侵入式的量測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如果你要量測的話 你必須把這個東西做得很小很小很小 比你的動脈還要小 然後呢搭配可能心導管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裝置 OK然後呢接觸到你的血液 或者是說呢你今天血液取樣出來以後再去做量測這樣子 所以它都是一些不管是體內的量測或是體外的量測 都是一些比較侵入式的一個量測的方式 好那有沒有辦法用一些比較非侵入式的方法來量呢 其實也有的齁 就有人就是去改量這個剛剛看到這個Oxygen的一個sensor 可以讓它能夠在體表的地方做量測 所以這個之前也稍微看過嘛 所以我們也可以比較快的帶過 這個是Transcutaneous 這個字的意思是體表的意思 就是現在的sensor不需要泡到血液的樣本裡面 你只要再放在體表就可以了 那既然放在體表了 那代表它其實對你的身體不會造成任何的這些傷口 或者是感染或者是其他的issue 所以在量測上面是方便許多的 那不過問題來了 我在體表上面所量測到的氧氣濃度 到底是哪裡的氧氣濃度呢 因為基本上它所使用的這個sensor 還是跟剛剛的架構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有陽極有陰極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得到的 中間這個部分呢代表它是陰極 旁邊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是我們的陽極 Silver Anode OK所以它量測上的是這個介面上面 所接受到的氧氣分壓 請注意一下這個介面其實是蠻特別的 它其實把剛剛那個membrane 薄膜的部分是坐在這個電極 包覆在這個電極的表面 所以可以讓氧氣自由通透 但是其他的東西是可能會有一些排聚性 它不會讓它透過去的 那所以呢這個時候要怎麼樣 量測到的這個氧氣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必須要看到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Structure 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叫做Heater Coil 那這邊基本上就是一些繞線的線圈 通電之後呢它會產生局部的熱量 就有點像你在做加熱的動作 吹風機加熱或電腦移加熱的動作這樣子 它的功能呢就是讓局部的皮膚提升溫度 OK我們之前講過 它大概會提升到大概40度出頭 42、43這個部分 當你的溫度提升的時候呢 皮膚下面的這些組織的血管 它就會開始產生一些擴張的這個動作 Dilation 為什麼呢 因為它感受到局部溫度升高 那人是一個恒溫動物 它希望能夠把這些累積的熱量給排走 那排走的過程當中一個方式的話 就是皮膚會散發那個水蒸氣 讓它把這個熱量排走 所以它需要把那個微血管的部分 產生Dilation擴張 OK那但是微血管一擴張之後呢 從微血管裡面所散發出來的氣體也會增加 它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密閉 那其實上面還是會有一些氣體 從那個微血管裡面散發出來的 那根據實驗的結果呢 在加溫到40出頭的時候呢 我們在底表上面所量測到的氧氣分壓 約略就會等於在底表下方的小動脈裡面的氧氣分壓 OK所以它利用的是這樣子一個特性 來去量測到底表的這個氧氣分壓 不過各位用聽的也知道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間接的方式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去刺激 那個局部皮膚裡面的溫度 想辦法讓它溢出的這個氧氣分壓 讓它高一點點 然後去間接的獲得 動脈裡面的氧氣分壓的資訊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一連串的過程當中 只要有一個環節上面出現的誤差 它都會造成最終量測結果上面的一個差異 OK所以想當然而 這一種的量測方式雖然很簡單 但是它的代價就是它的穩定度 它的正確性就會稍微比較低一點 它沒有辦法像剛剛的那一個sensor 直接泡到血液樣本裡面所量測出來的結果 這麼樣的準確 這是它的一個代價 所以氧氣的分壓大概量測的方式是這樣 那如果是二氧化碳的分壓呢 我們通常不會直接去量測 這個二氧化碳的分壓壓力到底有多少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二氧化碳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我們可以利用就是它非常容易溶解於水 那我們剛剛說的它溶解於水之後呢 就會轉換成碳酸氢根這個地方 就是它的一個化學式 各位可以看一下二氧化碳加上水之後呢 它會變成是這個碳酸的這個部分 然後但是通常來講它會解離出來 變成是氫離水跟碳酸氢根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當你的二氧化碳濃度越高的時候 OK或是二氧化碳的這個分壓越高的時候呢 它的 我應該這樣講 二氧化碳這個氣體的分壓變高的時候呢 溶於水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也會變高 溶於水中的二氧化碳濃度變高的時候呢 就會促成這個化學反應往右邊走 OK所以你就會產生更多的氫離子 當你的溶液裡面氫離子的數量變多的時候呢 代表的就是你pH值會降低 OK那這一支間呢 其實它都會有一個簡單的一個線性的一個表示式 OK譬如說我們就可以量測出來 它其實分壓在10-90mm的拱柱底下呢 它其實跟pH值有很好的線性程度 也就是說我只要根據這個pH值 我只要能夠量測出pH值 我就可以很正確地去回推出二氧化碳的分壓大概是多少 那回到我們人體裡面 因為我們在意的其實是人體裡面的二氧化碳濃度嘛 那有沒有落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各位如果有下載投影片的話 你可以翻到前面去 我們看到我們剛剛有列出那個正常人的這個二氧化碳分壓的範圍 它約略大概就是在30-40mm的拱柱左右 所以在這個範圍裡面 其實還算是蠻適當的一個現金工作區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這樣子的方式去量測 OK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會使用pH值或pH electrode來做二氧化碳分壓的量測 OK那這邊有一些 因為各位可能距離化學已經非常非常久 其實我也是 所以我們通常會給各位一點basic的一個background 一些background knowledge 讓各位參考一下 在一般的電解池溶液裡面 只要你是固定溫度 恆定溫度的一個狀態來講的話 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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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的定義來講的話就是對它做LOG10的運算 對數的一個運算然後再加上一個負號 所以換句話說如果當你的氫離子濃度增加的時候 氫離子濃度增加的時候LOG出來的運算的絕對值其實是變小的 這個負號的話是把這個指數裡面的負數給拿掉 所以濃度越來越高的時候比如說當這兩者濃度相等的時候 分別都是10的負7次方 那如果氫離子的濃度變高的時候變成10的負6次方 10的負5次方的時候這個PH值的數值其實是往下降的 所以我們才說酸性溶液裡面大概就是PH值小於7的這個部分 大於7的話就會是減性溶液 那我們如果能夠量測出那個氫離子的這個濃度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推算出這個酸鹼值是多少 那就可以直接去換算出二氧化氮的濃度是多少 好所以到底要怎麼去量測氫離子的濃度呢 它其實跟剛剛我們在量測氧氣分壓的概念很像 它都是用氧化還原反應 我們利用的大概都是這個 有點應該說我們利用的都是這個電極的這個效應 OK Sorry 這裡不是氧化還原 我剛剛講錯了 它其實利用的都是一個相對的這個電池的一個概念 有人會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結構其實就是在電極裡面的這個電池的一個簡單的結構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OK首先在量測這個電路圖裡面其實都會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是參考電極一個是量測電極 Reference Electro跟 Active Electro 在參考電極的他們兩個電極的這個結構都是一樣的 都是我們剛剛我們之前講過這個銀和氯化銀合成的這個電極 因為他們會有很好的自由電子以及離子的一個轉換特性 所以它可以把這個電解值裡面的這個 它可以用來去偵測電解值裡面的這些離子濃度 OK 好那把這兩個電極拋進去以後呢 參考電極跟量測電極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電極它其實會浸泡在一些氯化甲的一個標準溶液裡面 然後呢在這個這個電極的尖端的地方呢 我們說這個地方會有一個Salt Bridge 它會含有各種不同的這些離子 OK也就是說你的溶液裡面可能會出現的離子它都會有 那這個地方呢外面這一層呢 它其實是一個很好通透性良好的一個薄膜 所以所有的離子都可以藉由的這個薄膜下去做移動 OK它會達到一個濃度上的一個均衡 好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不管你今天泡到的是哪一個容易呢 它都可以使得薄膜裡面和薄膜外面的離子濃度呈現一個平衡的狀態 OK 那呈現一個平衡的狀態裡面的話呢 代表說這個薄膜的內外不會有離子的濃度的差異 那既然不會有濃度的差異的話呢 就不會產生電位差 OK 所以它可以在電位上面保持一個穩定的一個狀態 所以參考電極的話就是說 我希望今天我不管浸泡到什麼樣子的容易 我的電位都可以保持一個穩定的狀態 好那量測電極是什麼呢 量測電極這個地方 因為我現在想要量測的是氫離子的濃度嘛 對不對 那想當然這個地方呢 就會跟氫離子的分佈會有一些關係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以電極的結構來講的話 它一樣還是跟剛剛的銀 氫化銀的這個電極是一樣的 它可以有效的去量測這些離子的濃度 差別的地方是在尖端的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它是由一層所謂的PH-sensitive glass所包覆的 這個地方呢 這種特別的玻璃呢 它會對於氫離子會有特別的一些效應 那常見的呢 都是使用一些 在玻璃的製程當中呢 我們會加入一些離 就是你手機離電池的那個離 加入以後呢 它會跟那個氫離子產生一些化學的反應 電化學的反應 使得氫離子呢 沒有辦法進入試管內部 OK 就有點它會去抗拒這個氫離子的這個擴散就是了 所以我們說這個東西 這種玻璃這種 這種那個材料呢 它會對這個溶液裡面的氫離子 會有一些特殊的反應 那這樣造成的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基本上它就是 它會把溶液中的氫離子呢 把它擋在外面 擋在外面之後呢 它外面的這個 不同濃度的氫離子呢 就會跟我們這個試管內部 裡面的氫離子產生一個 那個濃度上的差異 當它產生濃度上的差異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可能會有一些鬼點會產生 OK 因為Diffusion上來講的話 它希望能夠跑進來嘛 對不對 但是它現在又必須維持一個恆定的狀態 所以它就會產生一些電位上的差異 這個電位上的大小就可以由我們之前 在那個電生裡效應裡面的那個Nurse Equation 導出來 Nurse Equation告訴各位就是 如果今天在穩定的狀況之下 膜內和膜外有一個 濃度上的 離子上的濃度差異的話呢 你就可以產生它所對應的就是一個電位上的差異 因為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他們才有辦法平衡下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量測 在這個回路上面 別忘記上面這個是有一個 那個導線把它連接起來 在這個導線上面呢 去安置一個福特計 我們可以去量測這個電位差 根據這個電位差 我就可以去回推 溶液中的氫離子濃度是多少 所以它使用的概念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量測出來 結果就是這個電位差的大小 可能跟我們的pH值會有一些固定的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來參考一下這邊 我們之前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這個Nurse Potential 應該說Nurse Equation 它的等號右邊的話呢 大概前面就是一些常數 再去乘上這個 薄膜裡面 內部和外部的這個濃度的一個Ratio 一個比例 所以換句話說呢 你的外部的濃度越高的時候呢 氫離子在那個薄膜外部的濃度越高的時候 這個比例會越大 比例越大來講的話呢 所產生的電位差也會越大 所以它有一個類似像正比的東西 那最後你稍微推導的結果呢 會有這樣子一個簡單的關係式 OK 其中呢前面這個常數的部分呢 代表的是 這個-59md這個部分代表的是 前面的一些常數上印算的結果 那這邊呢 別忘了呢 因為我們在Nurse Equation裡面 這個濃度的比例之後 外面還有一個Log對數的運算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一個Log10 用Nature Log 那這個地方它已經把它轉換成Log10了 那後面外面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常數C呢 這個C是什麼造成呢 包含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這個量測電器內部可能還是有一些氫離子 以支的氫離子濃度 所以它的比例上面會有一些Base Line 此外呢 除了在這個電器裡面呢 除了氫離子以外 必然一定還會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離子 那這些效應我們可能要一起考慮進來 所以它會有一個常數 那這個常數來講的話呢 它要做去除也很簡單 只要你今天浸泡到的是一個 以氏濃度的液體的話呢 你就可以對於這個Base Line做一個去除 OK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因為以氏液體嘛 所以你應該這個標準溶液體裡面 你也知道它的氫離子含量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去量測出這個 這個Constant是多少 那做完了校正之後 你就可以去你想要的這個代測物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血液裡面 可以去量測它的PH值 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可以齁 那那個 這是它的基本原理部分 那以現在來講 這個設備大概都已經做得非常好 就是說你可以看得出它是一個 包裝完善、準確性高 然後這個 操作方便的這樣子一個設備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 血液的樣本插進去 比如說這個地方 弄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自動的針對 不同的這個氣體濃度 或者是PH值做一個量測 OK 好所以到目前為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接受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用來量測 那個氧氣分壓 和二氧化氈分壓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剛剛其實在第一堂課 有提到一個就是 血氧濃度這個東西 Rx-Saturation 我們說這個東西呢 其實跟氧氣的分壓 有很高的線性的一個關係 在一個固定的範圍之內 有線範圍之內的話 他們其實有一個很高的線性關係 所以呢 如果我們能夠量測到這個 血氧 應該說 血氧的這個飽和度的話呢 其實我也可以回推到這個 二氧化氈 sorry 這個分壓 OK 那所以 其實我們在現在的這個 這個氧氣分壓量測上面 其實我們蠻仰賴這個特徵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 我們有一些光學的方式 藉有一些光學的方法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去量測到 現在的這個 血氧的飽和率大概是多少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些方式 那它所利用的這個特性是 我們知道這個血氧素啊 它今天是去氧血氧素和 像那個氧血氧素的話呢 它其實對於各種不同 波長的這個電磁波的 都會有不一樣的吸收比率 這個東西我們從一張圖來 直接看一下 OK 我們剛剛講的是什麼呢 講的是如果我今天對於 我的這個血液 我打入了 乙氏波長的這個電磁波之後呢 它會隨著距離 前進的距離增加的時候 它的這個 你的光的強度開始會 decay 因為那個 呃 吸收的關係 或者因為散射的關係 你的光的強度開始會 隨著距離而慢慢的這個下降 OK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可以由那個 呃 比率 member's law來那個 來描述 OK 我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剛剛 你有拿到 作業3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第二題 OK 第二題裡面呢 它有簡單的講的 講到 在題目的最後面呢 它有提到 比率 member's law 這個地方呢 它所描述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 注入的 光 入射的強度 入射的intensity 如果是I0的話呢 那在經過了 那在經過了 距離為低的 這個sample之後呢 它所得到的這個 光線的強度 會有這樣子的指數的 decay的關係式 其中這個等於 OK 指數的部分 會有三個數值的一個成績 OK 我使用的那個 這個代數的名詞 跟我題目裡面 有稍稍的 不太一樣而已 前面這兩個都一樣 最後這個有點 不太一樣而已 不過它在解釋上 是一樣的 這個 Apsilon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 摔減的一個參數 OK Tenuation Collection 或者是 吸收的這個參數 在那個題目裡面的話 我們把它定義成是 那個asoptivity OK 但是它其實講的就是一個 隨著 隨著 隨著距離而慢慢 受到物質的吸收 而衰減的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C人這個部分呢 就是你今天會造成吸收 或是造成衰減的這一個物質 它的濃度是多少 OK 第一的話呢 就是你今天 光鎖前進的 長度是多少 光鎖前進的距離是多少 它會有這樣子很簡單的一個關係式 其實也還蠻容易理解的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走得越遠的話 Decay越厲害 它是一個Exponential Decay 你走得越長的話呢 它Decay越厲害 然後呢 C濃度 造成你的Decay的這個物質的濃度 越高的話呢 你Decay越厲害 再來Expon Expon指的話呢 就是這個物質 每一個物質 特有的這個衰減參數 衰減參數 越高的這個物質來講的話 光線的衰減會越厲害 它造成的衰減現象會越厲害 所以它是一個物質的一個特性參數這樣子 所以它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式 那頭影片上面這個圖表呢 告訴各位的就是 我們發現這個Expon 這個Attentation Coefficient 或者是 我們在這邊也可以把它叫做是 Extinction Coefficient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是 電磁波波長的一個函數 也就是說 你今天使用不同波長 不同頻率的電磁波的時候呢 這個其實會改變 就算是同一個物質 它也會改變 它會有一些波動 其中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把它分成兩類 一個是Arcytmogobin 一類的話是Arcytmogobin 也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TheArcytmogobin 它其實就是沒有跟氧氣結合的狀態 以沒有跟氧氣結合的狀態來講的話 大致上的趨勢是 隨著你的波長越長的時候呢 它的衰減參數會慢慢的下降 當然還有一些微幅的上升在降落 那以Arcytmogobin來講的話呢 它反而是比較 那個低的波長的時候 稍微低一點點 然後隨著波長的增加 這個地方會提高 它會有大概這樣子一個不同的特性 那我們其實就是利用這個 它會隨著不同波長 而產生不同的attentionation 來去判斷說現在的血濃素裡面 它的含氧或是去氧的分布 它的比例分配是什麼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那怎麼可以做到這一點呢 簡單來說 如果我今天使用的是一個 單一的波長的這個電磁波 打進去的時候 打進去我們的血液的時候 我知道我們血液裡面的話 大概會有兩種不同的成分嘛 對不對 我們所有的血濃素來說的話 看到有含氧血濃素 又有去氧血濃素 OK 所以我們會根據 含氧血濃素和去氧血濃素 各自的這個比例 還有它們在單一的波長 所對應的這個衰減的產數 在兩者的對應之下 你會得到一個衰減量 OK 可是這個時候因為有兩種東西 一個是Hemoglobin 一個是HCHemoglobin 有兩種東西 兩種的產數 所以你如果只有單一波長的時候 你得到的是一個綜合的結果 你不知道各自的比例是多少 那你要怎麼樣知道 這個比例是多少呢 很簡單一點就是 再得到另外一個Equation 要怎麼樣得到另外一個Equation 就是你使用不同波長的電磁波 來照射 同樣的樣子 讓它前進同樣的距離 OK 這個時候呢 距離對它 對這個新的波長的電磁波來說呢 距離是一樣的 對不對 OK 血氧濃度並沒有改變 改變的是什麼 改變的是前面的 Atenuation Factor 或是Atenuation Cohibition 它的這個衰減常數改變 所以你自然會獲得不同的衰減量 OK 那現在兩 兩種不同的波長 你就可以得到兩個不同的一個Equation 兩個不同的公式 對不對 解一下電磁方程式 你就可以知道 涵氧的比例是多少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 當然如果你今天覺得兩種波波 你想要得到多一種一點的結果 來獲得這個比較準確的這個 偵測的話也是可以的 不過以現在的量測機制來說的話 多半來講 我們會使用兩種波長的電磁波而已 一種 通常一種是紅光 另外一個是紅外光 那紅光由於第一來講的話 我們產生 比較容易產生的這個波長 對應到大概是六百六十Nm 那如果是紅外光的話 大概是八百多 那有另外一種頻率 有另外一種波長的話 是九百四比較常見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各位 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個 這種 Sensor裡面 為什麼我們想要 使用八百零五這個波長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很特別的波長 Roughly對應到的就是 氧氣 那個含氧血紅素跟 去氧血紅素 它的衰點參數是一模一樣 所以使用八百零五 這一個波長的 那個電磁波的話 你大概可以知道它的 所有的 血紅素 它的濃度大概是怎麼樣 只要你能夠知道距離的話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的濃度大概是 總濃度是多少 那你利用另外一個波長的話 你就可以去知道 它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 為什麼要講那麼多次呢 因為其實這就是 各位追的第二題 OK 我們追的第二題的話 就是說 如果今天各自去量出 那個紅光底下 還有那個紅外光底下 各自去量出它的吸收比例的話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就是它所對應的這個 濃度大概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關係 OK 大概是這樣 然後下面的話 有給各位一些參數 就是在兩種不同的波長的電磁波底下 我們海洋血紅素跟去洋血紅素 它們的一個吸收長數是多少 OK 可以給各位參考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涼色底下 用句話說我只要能夠接觸到這個血液的量本的話 其實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去 應該說 我們今天的方法 就是我使用不同的頻率的這些 電磁波呢 達到我們的 已知的血液樣本裡面 然後在固定距離以外呢 使用那個photo dial 把它做接收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就可以去推測出 根據那個不同的波長光 這個光的衰減量 我就可以推測出 含氧量是多少 氧氣的飽和率是多少 氧氧飽和率是多少 所以我們說這其實 多半來講 一開始在發展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需要一些 侵入式的一個 涼色方法 要不然你就把這個 涼色的這個sensor呢 放到你的血管裡面 不然的話呢 一樣的你要取出sample出來 OK 那通常來講呢 它在做侵入式的device 裡面是有一些些小小的優勢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需要其實就是 製造出電磁波嘛 然後我們製造出 以示電磁波以後 再去量測它的量有多少 這樣子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 這些動作都可以使用光纖來傳遞 也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系統的input和output 就是你今天把產生固定強度和固定波長的這個 電磁波呢 送進去 還有去量測的時候 你是不是都可以用光纖來去做這個 訊號的傳遞 只用光纖來做訊號的傳遞 好處就是體積可以做很小 OK 所以它比較方便做侵入式的一個檢測 所以這邊 這個圖所表示的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系統的圖 其中這兩個部分就是我們訊號的輸入端 它會結合不同的 不同波長 不同波段的這個LED 比如說上面這個它所產生的這個 電磁波就是紅外光 下面這個的話就是紅光 OK 那產生出來這些光纖之後呢 它就可以藉由的光纖 送到我們的血管裡面 通常是動脈 那除非你今天想要量的是靜脈的這個血氧的保護率也可以 OK 都行 那 照射過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訊號呢 再接收的訊號從這個地方couple伸出來 這個地方就是經過衰減之後 經過血液的衰減之後呢 所獲得的這個光纖的強度 好 那量測出來的這個光強度 我們一樣的可以使用這個photo sensor 或是photo diode 去把光的強度轉換成那個電流的大小 OK 那經過固定的電壓我就可以知道了 通過固定的這個電子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電流轉換成電壓 做進一步的量測 OK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甚至可以去分析這個不同頻率的這個大小 同時去分析不同頻率的成分是怎麼樣子的 OK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在不同頻率底下的衰減程度是怎麼樣子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時間上錯牌 比如說我先照射紅光 然後量測出結果以後再照射出紅光 再繼續量測結果 那這個量測的這個數據呢 都可以使用一些像那個 micro processor 微處理機的這些機制來去做簡單的一個切換 所以它的量測的速度可以非常快 在幾個mini second之內 大概就可以量測出結果 OK 所以換句話說 即時的量測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的這個數據的更新速度大概是 比如說 每秒100次左右 可以到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OK 不過剛剛這個方法也有它自己的問題 它的最大問題就是侵入式 因為你必須要把你的sensor 放到血液的樣本裡面 OK 這樣你才能夠確保這一個光線 通過的是紅血球 是這些紅血球 不然的話你就不需要考慮其他的東西了 不過有侵入式的做法的時候呢 它一定會有相對性上風險上的考量 那有的風險上的考量 各位就知道 其實就會有人去想說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用非侵入式的方式 就量測到類似的結果 那既然講了 當然就是有人真的這麼做了嘛 必用類似的這一個module 但是呢它把sensor的量測點呢 很簡單它做一個切換 它不要放到血管裡面 它放在體表就好 尤其呢它放在 它它所放置的體表呢 是那些皮膚層比較薄的那些地方 OK 比如說像手指的腹策 或者是耳垂或者是額頭這些地方 比較沒有那麼多 這些地方有一些共通的特性 就是它的表面的微血管網絡 還蠻活躍的 還蠻豐富的 二來是它的皮膚表層通常都會比較薄一點點 比較有利於光線的傳遞 我們之前講過 今天不管是紅光或是紅外光 只要這些可見光到紅外光波段的這些 電磁波來講 它其實對於皮膚的穿透能力都很差 大概都只有幾個mm而已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那些容易穿透的地方 不要故意去找那些困難的地方來穿透 因為你根本量測不到東西 好OK 那今天如果我選了這些地方 你一樣的去照射不同波長的這些電磁波 我量測到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剛剛說過我使用的是一樣的方法 對不對 一樣的方法意思就是我去改變不同的電磁波的波長 來控制衰減長數嘛對不對 那我想要量測的目的 我想要量測的東西 一樣還是血氧濃度嘛 可是這時候我們就要去想一下了 今天這個equation 除了這個部分變動以外 衰減參數變動以外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地方會變動 我今天量到的衰減都是由 血紅素所造成的嗎 都是由紅血球所造成的嗎 應該不會了吧 應該你必須要考慮的東西越來越多了嘛 對不對我們剛剛是把那個sensor把那個光纖放在血管裡面 來保證說我今天造成衰減的絕大部分都是這些血紅素 可是問題如果我今天把sensor擺在你的皮表的時候 那代表我這個光線一定是穿透了你的皮膚 皮下的組織 皮下的這些微血管的網絡之後 才能夠被你的接收端給接收到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看一下 我們到底會參透什麼東西會決定的 今天在衰減的過程當中 我受到什麼樣組織的影響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它到底是怎麼樣子去產生這些光源 而這些訊號到底是怎麼被接收到的 基本上依照他們的相對位置 我們把它分成了兩類 一種是transmission的方式 一種是reflection的方式 transmission的方式 但是顧名思義就是你今天diode就是產生這個光的二極體 光電二極體跟你今天receiver 也就是這個sensor感測器 光含測器它位在的部分呢 它是在皮表的兩側 所以你的光線是穿透了這些組織之後 才到你的sensor被量測到 ok 那這種方式呢 通常來講 我們擺放的位置會比較有限一點點 因為你一定要確定 這些電磁坡 一定要能夠穿透 這個部分的這個組織 所以通常來講 最常用的地方是你的耳腿 因為這個地方的距離是比較短 比較好控制的 而且皮膚又比較保溫 所以比較能夠保證有訊號可以過去 ok 那另外的一種方式是反射式 反射式的話來說的話呢 它跟剛剛不太一樣 它量測的不是穿透的電磁坡 它量測的是反射的電磁坡 也就是說我今天光線照進去的時候 或是電磁坡跑進去的時候 它其實除了transmission這個效應以外 它其實也會reflection 它也會有一些光反射出來 對不對 那你這些反射的電磁坡呢 一樣它必須要通過這些組織 包含像你的皮膚 你的皮下組織 你的這些結地組織 或者是那個循環系統 你要通過這些網絡之後 你才出得來 對不對 所以它一樣會顯示 它的它的衰減 一樣是由這些皮下的這些組織所造成的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其實也可以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今天的transmitter跟receiver 它其實是在同端 紅色它只要在兩個在旁邊就可以了 OK 所以它在接觸式的設計上面 它會有比較高的一個彈性 你要放在什麼地方都可以 OK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手指頭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額頭 都可以 那現在來說的 絕大部分的這個設計的話呢 是以放在 夾在手指上面是最常見的一個做法 夾在手指上面 你就看到就是 在很多的這個醫院的系統裡面 它要隨時監控病人的狀況的時候呢 它都會讓它夾上一個手指套 那它就會連接到一些設備上面 顯示一些素質 通常都會有兩個素質跑出來 像這個 這個是一個血氧的測量機 它跑出來兩個素質呢 一個就是你的血氧比例 另外一個呢 就是你的心跳 心跳速度 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那當然這個 這個結構上面 原理上面 量測原理上面 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情 因為你只要能夠有兩個LED 兩個 產生不同波長的LED就可以了 所以 它都可以做上蠻小的這樣子 OK 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後段的電路也不會太複雜 OK 好啦 但是 我們的問題還沒解決 這也只是告訴 那個實際上的產品 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還沒有解決的是 我到底是 量測道的衰險 是誰造成的 我剛剛從那個設備上面 所量測出來的 含氧的這個 飽和度 血氧的飽和度 指的到底是什麼東西的 血氧飽和度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 更進一步的來看一下 我今天量測到的訊號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了 OK 我們剛剛說呢 如果今天我們把光線通入了 這個已知的物體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衰減 酸減的公式很簡單 這是一個 以ponential decay的一個關係式 可是問題呢 現在 你的光線 除了通過了 紅血球以外 你還通過了皮膚 對不對 你還通過了這些 皮膚底下的這些組織 包含一些部分的肌肉 或是部分的這些力組織 OK 而且呢 還通過了血液 但是這個血液不全然是我們動脈的血 還包含一些靜脈的血 OK 少許靜脈的血 部分動脈的血 穿透了這一大堆東西之後呢 最後才會被你接收到這個訊號 所以如果你去即時的對這個訊號 對這個 不管是反射光也好 或是穿透光也好 對這個光的強度去做 如果 隨時間的監控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狀況就是 它並不是一個常駐 它是一個隨著時間波動的一個訊號 就像 POINT上面這個圖 表示的這樣 它其實是一直在波動的 上上下下波動 為什麼會波動呢 其實這跟我們的循環系統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的 今天不管是反射或是穿透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都會經過非常多的組織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組織都會對於光的衰減造成一些貢獻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下面 這個這個縱軸代表就是 所有的衰減 OK 是什麼樣子的物質造成的衰減 其中呢 像最下面的部分呢 有可能是這些靜態的組織所造成的衰減 上面的部分呢 有可能是我們的血液所造成的衰減 其中血液的部分呢 有部分是我們的Vanus的部分 Vanus block也是靜脈血的部分 也有一些部分是我們的動脈血的部分 其中動脈血的部分 還會隨著血液的變化 而有時候多 有時候少 有時候多 有時候少 心臟收縮的時候 產生收縮壓 壓力變大的時候 單位時間進來的血液量就會比較多 當你的血液下降的時候 進來的血液量就會比較減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這個上面波動的波形 其實跟我們之前所介紹的血液波 非常的接近 他們有非常高的一個正相關的一個關係 好啦 那問題來了 我今天看到的是一個 隨時間變動的一個衰減 那我要怎麼去量測 血液量度到底是多少 我們直接把這個部分拿去做公式的推導嗎 好像有一點點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在我們的那個table裡面 看到那些衰減參數 我們看到是什麼東西的衰減常數 看到的是 海洋血紅素跟去洋血紅素的衰減常數嘛 對不對 可是你不知道肌肉的衰減常數多少 你也不知道皮膚衰減常數多少 甚至靜脈血的衰減常數是多少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這些東西很有可能還會因人而異 因地而異 OK 所以每一個受試者來的話呢 這些資料可能都是不一樣的 那我直接去算出一個 那個濃度到底是什麼東西的濃度啊 其實你也不知道 你也沒有適當的參數可以去做測量 所以呢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與其去量測整體衰減的量 倒不如我們去測量這個變化的量 衰減會隨著時間變化嘛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把這個 隨著時間變化的變動 把它當成是AC的部分 那不動的部分當成是DC的部分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部分是DC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AC的部分的時候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DC的部分呢 由很多的部分所造成的衰減 啊什麼部分到底 這個成分到底有多少 其實我不知道 可是我很確定 AC的部分 也就是變動的這個量的部分 都是由動脈所造成的 都是由動脈所造成的 那如果我們把範圍縮減到動脈血的話 那這個狀況就單純多了嘛 對不對 也就是你那個衰減的變化量 其實是完全是由動脈血所造成的 那這不就回到了我們剛剛一開始的那個假設嗎 我們今天的血液的量 我們今天造成的衰減都是由 經過的這個血液的樣本所造成的 再加上你可以使用不同的波長 量測到不一樣的AC的Term OK 我們就可以比較這個AC值的大小 來去反推出現在涵氧的血紅素 占所有的血紅素的比例 也就是那個血液保護率是多少 OK 所以它其實只是拐一個彎而已 它不是去量測所有的這個物質 所造成的衰減比例 它是量測這個變動的部分 因為我確定這個變動的部分 是由動脈血的變化而造成的 為什麼 因為動脈裡面的血壓會隨著時間變化 靜脈裡面的血壓不太會隨著時間變化 它的量大概是一致的 OK 所以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量測 因此呢 在這個時候 你推導出來的這一個 血量飽和度 是哪裡的血量飽和度呢 是組織裡面的血量飽和度 還是動脈裡面的血量飽和度 還是靜脈裡面的血量飽和度 還是微血管裡面的 其實你反映的是量測點下面的 動脈區域的血量飽和度 或者是換個方式講 體表的動脈血量飽和度 OK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量測 這也是為什麼它蠻廣泛的 對我們的臨床系統所使用的 因為我們可以用這種簡單的 非侵入式的一個方式 可以知道 這個體表動脈系統裡面的 這個血量的濃度大概是多少 不過當然啦 這個換句話說 其實它有一些問題 它的問題就是 很多非侵入式的這個感測器 面臨到的一樣的問題 因為量測到的東西內容比較複雜 所以它的準確性也稍微比較低一點點 因此通常它只會被當成是一個 生理監測的儀器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要針對某一個 臨床狀態做比較準確的量測 或者是治療的時候 通常這個數值只能夠做參考而已 我們會用比較侵入式的量測方法 所獲得的數值來當作比較正式的依據 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日後你有機會到家戶病房 或是手術房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所有的這些 家戶病房或是手術房內的這些病患 它的手指頭一定會套著這個東西 因為它要隨時去監測它的那個 血量保護度是什麼樣子 OK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他們要做更進一步的確認 確保這個病人是在穩定的狀況這樣子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OK